这个有一个 对 好 爱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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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它其实都是上粉底用的 对 很多人它会重复使用 有很多女生化妆包里面都有一块很脏很脏的棉海 然后我每次都跟他们讲说 你们那些棉里面的细菌可能比家里马桶里的细菌都还多 天哪 用脏的海棉坡比马桶的细菌还要多 给你们可要注意倍生的 海棉坡是要床床系 但是你的海棉不能不能洗 精不精的齐洗 怎么判别 有些别的 把你的海棉拉开来看 它里面的这个空隙越紧密 弹性越佳 它里面的这个密实度越好 就越耐洗 就越耐洗 所以如果一拉开都是洞洞的那我就很容易活掉 对 像很多的洗脸的海棉通常一拉开就很多洞洞 对像这个的洞洞就比较多 就是背景好看 对像它洞洞 你看一拉就破了 还我洗 你心碎了 其实海棉本身可以吸油也可以吸水 所以才一定要经常洗对不对 因为你的油脂都在里面 尤其是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平常的这个海棉坡 你摸摸它的表面应该是出糟的 对 要出糟的 有些海棉它的某一面它是上过胶的 光滑的 光滑的那种呢它就不吸水不吸油 对 下午装糊了 不要马上拿出吸油面子来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吸油面子 它会过度把油脂吸掉 对 用这个海棉轻压你出油的地方 不用沾粉 不要沾粉 先轻压 它就可以帮助你吸油 你看到现在你现在整个鼻子上全是雾面的 雾面的 好雾哦 雾雾 我可以用海棉坡 就雾雾哦 对 你看我没有放粉 对 所以这个是比较针对化妆像粉水的海棉 那另外针对洗脸用的海棉坡呢 对你看喔 这种都要泡水 对 我用这个 这个好好用 对这种都要泡水 这纯植物的 最后是天然海绵 如果你不要泡水 你可以用这种 它其实是一种 天然的植物线维 它本来是湿的 对 这个好好玩 这个是天然的 这个他们都叫做蒟若海绵 它其实 它原本就是湿的 然后它其实有加了一些些 那种胶状的物质进去 所以它会常保持湿润 那一定要记得 所有的洗脸海绵 用完之后要拧干 晾干 要不然它会沾细菌 一定要把它吊起来 让它垂直 自然风干 自然风干 对 绝对不能随便放在一个台子上面 或什么 让它自然风干 否则它会沾染细菌 可是啊 就像我自己洗脸 我就不用海绵的 我就可能是用 就清水洗 其实用海绵洗脸 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它可以帮你处理清洁皮肤 而且像皮肤的很多死角的话 也可以通过海绵 把它清洁干净 即使你是属于干性肌肤 敏感型肌肤 其实都可以使用海绵 它就是在海绵的触感跟质感上面 海绵老师 真的大 对 你看它长大 慢慢在变大 它就是一条 它本来是一条的 对啊 它本来是这样一条的 你看 然后当你加水之后 它就会膨胀 好可爱 好可爱 你看 它就变成这个样 变成柠檬了 它是不是干了之后又变成这样 没有 它干了之后 其实 这要经过压缩啊 小姐 你要好笑 你不要回到家之后 还要拧干之后 它怎么说不回去了 它怎么说不回去了 它膨胀之后 它就变这样子 然后呢 洗脸海绵洗到什么样的地步就要换呢 你只要发觉它已经开始起屑 泛白了 起屑了 那这种它的结构都是比较松的 当它开始已经开始掉了 翻开来了 一定要换 然后晒过太阳的海绵也不要用 因为它的纤维已经被破坏了 这样它洗脸容易伤皮肤 像我自己 我洗脸的时候都用小毛巾洗脸 也是同样的原理 我都用小毛巾洗脸 这里就有很多的 哇 这是什么 这个它是 像我们去游泳时候用的 这个是矽胶式洗脸 这个很像密貌啊 对 那个好可爱 你看这个是洗脸手套 对 这个很好精致地的 对 而且这个非常就是揉搓梯子去 有那个去油的效果 而且小女生戴在身边很可爱 对 所以你看利用20元的这些海绵铺 或者是洗脸海绵洗脸毛巾 让你洗出美丽哦